欸 可以掉嗎? 不是啊這不是我啊 為什麼要拍他啊 上面名字是我 那時候教練有說 派主力選手啦 異星 欸大一位 合兩位 啊 直接忍者歸啊 歡迎收看 愛神秀體操 各位還記得 我上次公開我國中的比賽影片嗎 那今天就是要來公開我 大學的比賽影片 為什麼沒有拍高中的這一段呢 因為其實高中到大學的 這一個階段的動作 不會變化的太大 所以這邊就直接做大學的比賽影片 給大家看 反正 那這邊其實大學的比賽影片 我有拍很多 但是 就想說找一隻比較有意義性的 那就是這一隻 在2012年 在屏東比的全國錦標賽 為什麼說這一隻特別的有意義呢 因為我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然後把膝蓋 四字眼袋用斷了 那睽違了兩年 努力的復健 在2012年的這一場 全國錦標賽 復出出來比 傷後的第一場 復出戰 我覺得這一隻非常的有意義 所以就用這一隻來呈現給大家看 剛好這一隻 我也有比六個項目的全能 那我們就看下去囉 GO 那我們就來開始看 第一個項目 地板 一個動作是720接轉體3.6 嗯 還不錯 這個是 Pokeman轉體900 哇 繞賽 一個鄧咕 然後我們都會做的一個小動作 慢舉倒立 這個動作現在已經不能做了 因為太多人去插頭 所以被波及貴者改掉了 然後我把世界全空直皮 我都會轉體 你很快 我都會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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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是我們的鞍馬 第一個是交叉 上倒立 移星 大移位 合兩位 啊 直接忍者歸啊 好 後面繼續接著做 後一位 跟一位 動作很多耶 一位進去 再後退出來 準備下滑 OK 藉著忍者歸的休息 然後我可以完成後面的動作 走 看我們的第三項吊環 七百 喔 後百 倒十字 沒有到位 喔 再一個後馬 十字 後翻上 舉倒立 一個大回環 破百大回環 升鞋 我那時候吊環動作很多耶 吊環是我最弱的項目 下滑 還可以還可以 第四項是我們的跳馬 來看一下 好 直體 360 跳馬是我後來的強項 只是那一次受傷之後 所以 剛復出嘛 所以 不會跳太難的動作 好 剩兩項 雙槓跟單槓 來看 第五項 雙槓 部門 掛背 分腿 漫娟倒立 微裏 支撐 千百 三百 兩 硬格 硬格 無形掛 後百分切 那時候併腿跟分腿不一樣 因為動作不一樣 火關兩圈 OK 來最後了最後了 單槓 等一下這邊 欸 可以掉完 不是啊這不是我啊 為什麼要拍他 上面名字是我 那時候教練有說拍主力選手 OK蛋糕 然後前面先做一個梗 好 金哥來了 怡星 正濤 全賣專題 現在已經很少人做了 連大部分人都做中穿 我們幫我一起準備下吧 OK 這就是我在 2012年那一年 復出戰的比賽 雖然中間有一點小失誤啦 然後有一些失敗的地方 但是我還是完成了六個項目 在那一年復出的時候拿了全能第三把 還第二忘記了 那這一個影片也對我來說是非常有意義性的 因為我在10年的時候把膝蓋弄斷了 整整兩年的復健 整整兩年都沒有比賽 你知道對一個運動員來說 一整年完全沒有賽事是非常痛苦的 何況是整整的兩年都在做復健 那其實我也蠻感謝那時候的教練堅持不讓我比 也有那時候的防護員的配合不讓我比賽 完成了整整兩年的辛苦的復健路程 然後到後面復出 能夠發揮之前受傷前的水準 現在大學的影片也公開給大家看了 那還有想看什麼影片呢 我還有一個國際賽的影片 有機會再公開給大家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Ison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